领导者本身搅动仇恨 俄罗斯总统普钦 上周二是展开第五个总统任期 而在这周四凌晨搭机抵达北京 他凌晨抵达到中国访问预计两天 这是普钦七个月内第二次到北京去了 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第四次普钦跟习近平面对面的会谈 他们双方签署深化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中俄两国的领袖要展现 彼此在应对美欧压力之下 他们的情谊是不会改变 周四凌晨四点多 天都还没亮 俄罗斯总统普钦搭成的专机 已经抵达北京 展开他第五个总统任期的 第一场国事访问 也是他短短七个月内的第二趟中国行 迎兵礼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拉响 解放军乐队也卖力吹奏俄罗斯国歌 但从普京一见习近平就开口说中文 以及两人在红地毯上的互动状态 都让外界感受到当前的中俄关系 处在一个更强大且有自信的北京 慷慨招待着从前的老大哥 如今深陷战争泥沼的莫斯科 尊敬的普京总统 我的老朋友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 双边会谈时 习近平提到两个人过去几年先后 有过40多次的会面与密切沟通 确保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他并强调这一切来之不易 值得双方加倍珍惜 随后两人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深化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普京则展现高度谦卑姿态 先是在双边会谈中 对中方提供的深入合作表达感谢 随后又在记者会上 对北京当局就乌恶情势 所提出的和平倡议表达感谢 在习普两人见证下 双方签署了十项合作 虽然涉及基础建设与能源等领域 但其中普京最关心 同时也是俄罗斯经济 续命主力之一的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输友管新建计划 却仍然没有得到 北京当局的动工承诺 反而是二方得先向北京 提供核能技术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北溪一号输友管关停 天然气没办法销往欧洲之后 普京就积极向习近平 推销与中国之间的输友管计划 希望透过北京的增加采购 来补足失去的欧洲订单 但中方持续压低天然气价格 要求俄方单方面负担 输友管新建费用 导致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迟迟无法动工 俄罗斯国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也因此逐渐陷入财务困境 去年更出现自1999年来的首次亏损记录 公司股价硬生暴跌 至于两国贸易上虽然超过90% 都是以卢布和人民币来结算 让被踢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的俄罗斯 仍然能维持经贸活水流动 但周二近年来持续攀升的贸易额 却从今年3月开始 出现中国对俄罗斯出口额同期下滑的现象 观察认为这显示中方开始减少 对俄罗斯的机械设备出口 这些敏感议题触及美国与欧洲 对俄罗斯的制裁 习近平上周访问欧洲时 还曾表明会仔细调查 军民两用品出口的情况 从中国外交部在习普会谈之后的 这番发言不难推估 中俄双方已经把事情瞧好了 尽管中俄当前在远东与北极地区 仍然有不少明争暗斗的地方 但乌尔战事持续两年多来 西埔两人已经第四度亲密会谈 彰显彼此在应对共同对手时 仍然坚定一致 TVBS新闻综合报导